家里是供奉观世音菩萨 若念其他佛号和金本可以吗 拜佛是要念一句佛号 然后拜下去 还是要怎样拜 不会观想有无关系 去道场共修是否比自己家里念好 参加水陆发会 粮黄饱饭等发会 是否就不算一门深入 这个你问得很好 这个家里供观音菩萨 佛菩萨大慈大悲 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你念什么经他都欢喜 绝对不是说观音菩萨 你一念观音经他欢喜 念别的经他就讨厌 那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是把自己分别执着了 也来看作佛菩萨了 这就错了 但是一门深入是奠定自己界定会的基础 这个非常重要 要懂得这个道理 一门深入 常识熏熊 等自己智慧开了 光学到晚 那学得很快 自己智慧没有开 那你学得很累 但是永远不会开智慧 亏斥的很大 要懂方法 要懂这个里头的枢纽 要懂得 那么参加发会 参加多了 你们自己就想 参加发会 我是不是得到清净平等确 如果得不到呢 那你就想到的是什么 这个人都太杂了 反而让自己搞乱了 那么什么样态度 去参加是正确的呢 如果你是菩萨 庄严到场 你是为呀 去帮助人 发会庄严 使初学的人 来看到心理生欢喜 来借引他们入佛门 这个条件是正确的 那对自己 要不妨碍才行 如果妨碍自己的亲近心 或者参加这种大会 人很多 就是人多口杂了 是非很多 听了看了的时候 心里很难过 那就不如不去 如果不妨碍这个事 也可以 所以这个总是 自己要衡量 自己要能够做主宰 自利利他了 这是功德 这就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